华联县议会议长张俊关怀社会弱势部分时节 结合社会企业社团联合募集大批物资 以及3000公斤白米交由光复乡公所 或车一车车的载运发送给地方的弱势族群 动用吊车终于顺利将3000公斤的白米 以及大批爱新物资全数安放妥当后 随即由华联县议会议长张俊与光复乡所会首长 共同举行捐赠仪式 并由各村村长以及民意代表一车一车的带领上车 准备发送给各村社区部落的弱势家庭 我要送给真正需要关心的独居老 尤其我们乡下平原地区人口老化很严重 村长手笔爱新感谢议长张俊 以及社会各界的捐助之外 光复乡首度有大规模爱新物资捐助 地方弱势的盛况 地方各界也万分感激 乡长林清水及乡代会主席廖宜君 肯定并且代表地方致意 感谢社会各界对偏乡弱势的关爱 常常有一句话说 梦望事实上苦人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不需要米 可是我们还感觉很多的家庭 还是需要米这些物资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村长 把我们的爱心 把议长争取的爱心分送给需要的人 最终还是谢谢我们的议长 跟各位村长来帮忙 我常常在讲 我们议长是我们光复的大善人 今天也特别来争取了这么多的物资 来发放到我们光复乡 教我们议长的理念 还有教我们议长的爱心 在我们光复乡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 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 关怀社会弱势不分时节 华林县议会议长张俊 高度关注也积极投入社会公益 这一次集结社会企业 以及社团协会之力 共同募集大批日常生活物资 以及3000斤的白米 希望能尽一点绵薄之力 来照顾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家庭 以及弱势 这次透过我们归正爱心发展协会 以及福祉购果生物科技的 这个有限公司林董事长 我们共同募集了白米一万斤 一万台斤 那这个一半的生活物资150份 那我们这些爱心物资 那我们将透过这个 光复乡公所这个乡长 来发放给最需要的 这个家庭来使用 德不孤必有灵 张俊以实际行动 关怀社会弱势 社会企业协会社团负责人 亦呼百诺共同响应 而各村村长以及乡齐民 代表则出力 协助将社会的关爱 发送到各村弱势族群 发挥人逆己逆 人积己积的社会大爱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杀之族群的保护 从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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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丝了